1992年,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签署了一份国际约定——气候公约。 透过签署,他们同意去防范由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威胁。 2009年12月,这些国家将在哥本哈根开会讨论, 并且尝试达成一个处理气候变迁问题的新协定。 这将可能包括气候变迁的长期目标。 2020年前减少排放,对于那些需要限制排放以及适应气候变迁的行动, 提供执行和财务支援的方法。 工业革命后,开始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, 全世界以变暖约摄氏0.8度。 一个新的气候协定曾经被提出,包括长期的目标。 全球暖化不应该比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温度超过0度。 其中有一派意见是, 藉由设定目标,我们可以预防那些失去控制的暖化的结果。 联合国气候专家小组预测, 如果全球温度升高2度, 那么负面的影响将会太大。 但是这些居住在低海拔岛屿的国家说, 两度的风险还是太高, 所以目标温度应该要再更低些。 另一种意见是, 气候变迁有很多不确定性, 所以在行动前, 我们应该要仔细观察, 看看实际会怎么发生。 一份新的气候约定究竟有多么迫切。 支持迫切行动的人说, 如果全球暖化要保持在2度以下, 那么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, 而氧化碳的排放必须在短时间内减少。 然而,批评者倾向认为, 政府在制定强有力的承诺去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时, 应该等待更科学的证据和更便宜的科技。 我们是否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气候协定? 一部分要看人们是否相信这些科学预测, 另一部分则要看人们所愿意承受的风险。 1997年, 在京都一份议定书加到了气候公约中, 京都议定书对于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, 设定了有约束力的目标。 如果一个国家超过它的限额, 处罚包括在接下来五年, 必须再降低30%的排放。 有一种意见说, 气候变迁的风险太严重了, 所以在新的气候政策中, 罚则应该要更严格。 另一种意见说, 现行的京都议定书模式已经够严格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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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